中街昨晚是金船火警 由于起火民宅位在狭窄巷弄 或是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才获得控制 不过消防水线不足也影响了救援进度 引发当地住户的不满 抱怨要是消防调度位置正确 火警就不会一次波及到四户民宅 金黄色火关不断窜出 还烧到电线发出爆炸声响 烧到电线的 邻居们心急如焚 不断催促消防人员动作要快 就怕火势持续延烧 附近房屋会遭到波及 高雄三缝中街 11号晚间7点47分传出火警 起火民宅位在狭窄的巷弄内 水限难拉增加救援难度 如果队山这小鸡才过来 那两天这三天就烧不掉了 还刷在这里挡水 附近住户吓得往外逃生 消防局出动17辆消防车47人 前往敞救 缤纷多路从门窗缝隙往屋内灌救 火势持续延烧一个小时才得到控制 不过住户似乎有点埋怨 觉得消防水线不足 才造成火势一度复燃 所限屋内住户在起火当下 都已经逃出没有人员受困伤亡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雕科调查 记者高雄综合不到